歡迎收看《繽紛年代》 我是蔡依凡 如果你喜歡音樂跟美食千萬不要錯過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的這間餐廳 樂團1976帶我們去品嘗的這間餐廳 不是一般的美食餐廳而已 因為在這家餐廳裡頭是音樂人最愛最愛來的地方 除了在凌晨三點中還可以吃到香噴噴的牛排之外呢 最重要的是這裡有成千上萬的CD 還有一間專門放黑膠唱片的房間 讓喜歡音樂的人一次聽個過癮 大家好 我是1976紫橋 今天要為大家介紹一間我們Rock常來的餐廳 讓我們看看這家店多有個性吧 大師兄 要喝什麼 給我一杯Rock Rock 對 謝謝 Rock只有熟客才點到 幹嘛 你在幹嘛 我在寫歌啊 你看我把作品洗在場上了 你騙人這明明就是1971年的弱點 阿肯你在幹嘛 我在跟朋友聊天 阿肯 阿肯 哇 果然是搖滾歌手啊 連打招呼的方式都這麼另類 更是讓我期待這家餐廳到底有多特別 讓1976這四個超有個性的大男生這麼喜歡 美式 義式還有泰式料理多樣的選擇 讓1976在練完團之後 總愛來這裡吃點宵夜 難說中半夜三點來都還點得到的牛排 非常好吃 特別的是它還有兩層起司跟橄欖 然後我們自己吃到下面都還會很酷 對 而且有烤過 它的酸辣應該是有點泰式風味 然後它加上了一些小黃瓜 比較清爽的感覺 除了道地的口味 因為老闆自己研發的創意料理 也深受1976的喜愛 以前第一次點的時候 以為就是義大利麵 後來吃到後來才發現 它裡面的辣豆港醬 是台式料理 所以這應該是創意料理 品嘗完美時看看這滿強的CD 就知道這家餐廳吸引1976的原因 還有一個就是音樂 這裡有滿屋子的黑膠 跟說有一萬張 我們進來看看 滿屋子的黑膠 讓1976愛不釋手 每位吃完東西 總會進來這挑上幾片 本身也會玩DJ的主唱阿凱 更是當場秀了一段 來吃 這個結合大概我給給他 63個 分幾個不錯 只有美食還不夠看 經典的音樂 才是讓這裡 成為音樂人最愛來的餐廳 我們是 1976 希望今天介紹的搖滾餐廳 大家會喜歡 年代熊 黃信玲建志 台北報導 吃完了美食 我們繼續要剪便宜囉 你的鞋子是不是